貴的公仔飛下來 廚房就啪啪啪冷了 這一次強烈的地震也好 這個電視機無論搖也好 它都不會倒塌 多麼我知以東京 Happy New Year 了 年初二我本身打算睡晚一點 怎料一早就有人按我門鐘 不是在對講機上按 它是在我的門口 原來他們要來做消防點檢 很多人不知道消防點檢是什麼 其實一年有幾次 好像都沒有拍過給大家看 一個儀器的東西 就去堆你天花板的煙霧探測器 不知道實際上是要怎樣點檢 但是每次點檢幾個地方 廁所、廚房和客廳的 廚房的煙霧探測器 它的承受溫度是相對高一點的 我只知道這麼多 天花板的煙霧探測器之外 還會點檢露台 露台去看什麼呢? 露台有一個箱 那個箱裡有一條救命梯 叫避難梯 那這個避難梯有什麼用呢? 就是當你有災難的時候 譬如火災的時候 你不可以由正常的入口逃生 因為可能有火 那你可能就要去露台逃生 就是教那條梯游到下面 那有些樓就是有兩本牆 有塊板、有塊partition 一個單位或一個單位 那你就可以打爛這個牆 就去隔離單位逃生 我們的露台 其實是必須長期保持暢通無阻 這個露台並不屬於你的 即是你無論是租屋也好 買屋也好 算是公家地方 因為隨時是要迎接任何人 逃爛來到你的露台 我家有一點點不同 我是要把梯勾在這裏 挖去大廈外場 爬到街上 但是你問我 挖梯去大廈外場 由梯下樓是否危險呢? 我就覺得很危險 我就曾經問過一個員工 我問他 其實我在露台等救援 會不會安全一點呢? 插錯我的腳就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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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你沒有急切性要離開你的露台 都可以在露台等救援的 所以我住在日本那麼久 我就沒有用過這些避難設備 逃生樓梯也有很多種 好像這款大廈就比較溫暖 因為你會看到 它這些是直接到下面的 就不是油去大廈外場 通到地面的 這些就比較溫暖 設置一下我新買的相機 我現在剛剛插了電 這條是第一條片 在家寧靜的環境下拍的 沒有插任何麥克風 也沒有充電 它只有一格電 我想分享一件事就是 在香港買相機 除了可以抓到一塊保護貼之外 它會有職員幫你貼 在日本它是不會幫你貼的 如果你想它幫你貼 再加錢 還有一個很厲害貼保護貼的人 不是 每次都是硬著頭皮 到了晚上 竟然地震了 晚上11點多我還沒睡 當時我還在Clubhouse玩 還在發炎 如果還沒follow我的朋友 可以follow我Clubhouse 發炎的時候就突然在搖 我初時以為是很細小的地震 因為偶爾也有細小的地震 不需要有什麼驚慌 但搖搖一下不太對落 沒有機會拍下來 甚至在那時在Clubhouse說話 沒有相機在手 不斷搖搖搖 櫃的公仔飛下來 公仔很小事 廚房就咛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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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咛 不算很嚴重,沒有東西打爛,大家不需要擔心 初二就一場虛經 順便說一說,這個是我家的電視機 如果有看到我之前裝電視的直播 不知道大家看不見到,後面這個位置是有一條線 這條線買電視會跟著的 你會見到我是鎖了,這裡全部扣了 這次強烈的地震也好,這個電視機,無論如何搖也好,都不會倒塌 今天是初三 初三要做的事情,今天多了一樣 因為經歷了昨晚的大地震,有機會有餘震之後 家裡可能有少少措施要做 包含什麼呢? 首先我要去浴缸泡一缸水 有機會斷水啊,如果之後有些嚴重的事情發生 如果斷了水的話,沒有水就可以用浴缸的水 這些前輩較落的 嘩,很多塵啊 順便就看看我的地震包的東西是否update啦 要抹一抹它 之前我分享過地震包的影片,我覺得大家可以去review一下啦 因為現在是疫情啦,所以都會將口罩放進去 把廚房的玻璃物件盡量放在平面或者地下 放了一些假的調味料,昨天就blingbling掉下來 幸好就沒有打爛 今後就要注意一下這一陣 因為其實這麼大的地震之後 這幾天就真的要注意有沒有餘震啦 這個我覺得我是今天必須要做的一件事啦 做完一些正經的事,就做一些放鬆一點的事啦 今天是初三 赤口得來,還要是情人節啦 那之前我在IGTV的一條影片caption裡面 我就提及到 今年其實就不太適合護送朱古力 因為大家都知道,情人節護送朱古力是一個日本的習俗 不是就是女送男 但是今年你這樣傳朱古力的話 很容易傳播到病菌啦 所以我聽說有些學校啦 或者公司就禁止員工這樣做的 那就自己好好享受 自己買錢給自己吃啦 出去找些好東西吃去開心一下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升降機這麼沒反應啊 是不是因為前地震停了升降機啊 是不是意味著我今天要走樓梯啊 有朋友跟我說呢,他的後樓梯是用電的 那如果地震停了電那怎麼辦呢? 真是不知道他的情況啦 我那個後樓梯就純粹是我們要出就出到 一定開不了的 不是住客你就進不了啦 安全的 那個升降機真的不行啦 不知道要多久才可以做啦 因為今天是星期一啦 情人節,那我會覺得想吃一些朱古力的東西啦 我知道Starbucks就出了一個情人節系列的商品 他一月推出的,我想情人節來喝啦 我現在情人節來喝啦 賣光啊 算了,我們吃其他東西啦 開熱情之下呢 其實我發覺也有很多便利店 有限度營業啊 好像這間那樣就週末就不開了 整體令到市面就覺得真的很冷清 很厲害啦 現在我要吃這兩款甜品啦 白之戀人沒有人不認識啦 這兩個是一個新的甜品啦 我自己覺得白之戀人真的蠻好吃的 但是北海道才有啦 白之戀人相關的東西我相信都應該不錯的 所以我就買了回來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我一個很早期的IGPOW 分享了一支白之戀人的特飲啊 那這支特飲呢 就是我之前在北海道旅行的時候 在那些手信店裡買的 那我記得當時喝完之後覺得很好喝啊 這次同一時間是有白之戀人的特飲呢 我也很想嘗試啊 不知道味道是不是一樣啦 我IGPOW的特飲呢 就比較小一點 真的太久了 200Yen的差不多 這一個是便宜一點的 那就不知道味道如何啦 至於這個呢 就是白之戀人的雪糕餅啦 那跟這個原本的白之戀人 其實我猜那個口感是差不多 但它會冷一點和厚一點 因為雪糕會動 我們就先試這個雪糕啦 好興奮啊 這樣的 一大坨cream 還有兩個餅 我cream看上去很軟熟啊 這個餅呢 就不算很脆 因為它始終很冷 亂想不到白之戀人 我看樣應該是差無幾的 感覺不到白之戀人的巧克力 只是感覺到曲奇的味道 還有甜 也不知道它這個是什麼味道 是鮮奶味啊 雲呢奶味啊 吃不出了 看看那個成份表 它是有巧克力的 有chocolate coating 我連巧克力也吃不出 嘩 又一口笑啊 吃到中間了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呢 它是有很多一粒粒的 真的叫做巧克力 口感就特別了 就是你會吃到一粒粒 它不算甜的 它也不是難吃的 但是跟白之戀人的巧克力味 有一點點出入 你要說巧克力味濃的話 可能就白之戀人好一點 這個 好一般啊 吃完雪糕 我們就試試這個特飲 白之戀人的麥克 都是有巧克力在裡面的 它寫明是一個 白之戀人的 有奶的成分 它的味道好像剛才的雪糕 但是呢 就不是太白之戀人的那種味道 要硬聯想啦 反之我覺得我IGPO 那一支就比較好喝 這個呢 正常的牛奶飲品 失望的 可試可不試 不是難吃的啊 只是我覺得跟白之戀人不是斜得太大的關係 可以買 但是一般 很普通通 反而我覺得這一期不如去吃 Lawson的果袋法吧 未看我Lawson的果袋法的影片 可以去我的IGTV或者Facebook找回 一共試了4款的巧克力產品 我覺得那些反而值得試過這款 初三個影片就來到這裡為止 支持我的 記得按按讚、留言、分享 訂閱的朋友記得按鈴鐺 Facebook的朋友記得按搶先看 IG的朋友記得開啟貼紙通知 我們下個部份或者影片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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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